这个念经啊 有那么几种 僧道翻离 四股经 这个念经是干嘛的呢 在过去救中国的时候 人死了以后 大部分都是土葬 土葬呢得需要念经 这叫超动光魂 花钱 那么一般的来说 都是找和尚 这个和尚那位说是怎么样 替着光头 替光头 宗教就有个包 这叫设立子 有的呢宗教有六个的 有九个点的 六个点这个是功夫还没算成功 九个点是成功了 那受戒了 这是真和尚 可是在那个救中国的时候 是无期不有 还有个假和尚 这个假和尚干嘛呢 说现在的话就是业余的 他这个念经啊 给钱就干 你比如说我找一个真和尚念经 来一鹏经 来九个和尚 一个大帽 四个小和尚 大帽什么 就是坐在中间那个 这个大帽 就是说他们话头 下了帮小和尚 这鹏经啊 现在说啊 得一千块 假和尚二百就干 为什么呢 他还有别的职业呢 还有一个 这个我应该把他揭露的 这个假和尚的不广是灭精 他还偷 那是偷什么 他往上边一坐 他一般的就是桌子上面 搁礼子 是吧 他坐在上面 抄动王魂 下边呢 是扒着小和尚 他为什么坐在高处呢 他高处往下看 看得清楚 哪个之前呢 哪个得通啊 看得清楚 看完以后他还不能下去 他按时的小和尚 放外头 有一次 这是我小的时候 人呢 死了以后呢 请和尚念经 这家就是请假和尚啊 来了酒子 出现一大帽 带着那个 那叫五佛官 您怎么乍一看 就跟那个铺牌一样 带着五个 坐在上面 这和尚那年 我看看 有个四十来岁 下边小和尚 到十五六岁 这小和尚气得光头 冒充真和尚 做什么 念经 这老和尚一眼呢 瞧瞧什么东西呢 这个本主啊 在这个门后上 立立把斧子 他看见了 这把斧子 可不是那小斧子啊 这是那个高大的 那个大斧子 这是抡起来扎霉的那种斧子 当然劈劈这也行 他就想 这边把他带回去 战点什么 挺方便的 手着买了 他不能下去 他一下就 本主一看老和尚干嘛去 偷斧子 那哪行啊 他这叫小孩呢 叫小孩也不能说白话 哎 土地 把这斧子拿走 那哪行啊 本主也听出来了 他得念经 他用念经的那方案 偷斧子这个藏 是太可笑了 你们注意一下 叫土地 本主一听 本主一听老 叫土地 叫土地烟的 实际不是叫土地 小孩一听老 心里话说买卖来了啊 拿着偷到买卖干了 哎 师哥 买卖来了 老婆接着念啊 叫土地 叫土地 门后头 把斧子里都烧着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叫土地 门后头 把斧子里都烧着 这小孩一想 老爷子 你的眼神够尖的 咱俩也都瞧见了 哎呦 小孩一看不行 刚才我说了 这古地小斧子 这大个的 那斧子好 那杆多长啊 小孩一想 我们才那么高 你这斧子 叶子里头 这露着斧子棒 本主一看留下了 留下帮我忙 就奏一顿 再就说了 这小孩一心的话说 我背着上不定老 所以你要偷出一样东西 偷出一样东西呢 本主啊 欧西饭的这个大钢祖锅 他就嫁腕不行 这大钢祖锅 充馒头都行 做得充足外边 小孩一想 这不行 这个绝对拿不了 拿不了不能跟他说 师父这拿不了 那不行 他也得念经 他用这个 拿不了的这个醇 念经的这个味 告诉他师父 你说一样 孙师父 这福的头城杆藏不得烟 这福的头城杆藏不得烟 哎呦 老何一听这个气 现在光是那个不断 你来吧 你非要来 来着这么点事 都办不了 他摇那小龄的那个 拘魂龄 他就出主意 哗啰啰啰啰 接着枪头扔出去 哼 这小孩一想扔他一下 他说我不说了吗 这小孩背着上不了了 他偷出一样东西 大钢子窝子架完了 去的话 我一扔这福的装 就砸你锅上 本不吃了 福的锅留下 把花儿都看得锁 这不坏了吗 再说这锅值多钱 这福才值多钱呢 他咋得把这一趟 抱着个师父 东宇建兴的这个味儿 你说呀 祝神福万年庆祝 这枪头万不要扑过 我一人福都大了过 以着徒弟王子说 不要福都光要过 这果比福都值得多 他全说不下去了